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利批准了 当然好 有的时候没批准 说收到了一个条 上面有一个code 有一个数字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具体详细的分析一下 这些收到的数字对应的是什么原因 以及一般申请的人是会因为什么原因被拒 首先是public charge 就是说公众负担 如果这个人不能证明在美国能够负担他自己 或者有亲友提供财政担保 这样造成被拒的2018财政年度有13000多人 然后这里面大概有一半左右 后来就叫overcome又克服了 经过申诉以后拿到了移民签证 目前主要是针对移民签证 此前我们有个视频讲过 现在美国有一些新政 还没有正式实施 在讨论中 如果实施了以后 可能对申请非移民签证会有影响 也会考虑这个人的财务能力 接下来 这个labor certification原因 有一万多被拒的 这个在申诉以后 只有很少得到批准 是什么意思 有的人说我通过职业移民 移民美国 但是不是说你拿到了前面的批准 就一切都顺利了 如果是在海外办这个移民签证 签证官还会核实 这个工作是否还在 这个工作是否是真实的 申请劳工证的流程 是否都符合要求 可以看到还是有相当数量 因为这方面原因而被拒 这个对应的code和上面一样 都是212的A 这个上一个public charge是212A4 这个是212A5 那么因为这些原因 如果收到了这样的code 你就可以知道对应的是什么原因 接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misrepresentation 就是说你说的情况和实情不符 比如你以前有没有申请过签证 有没有被拒 你在美国有没有亲属 有的申请人说的是一个情况 但是被美国签证官发现 和实情有区别 那么这样造成有8000多被拒 经过申诉以后 有1000多又得到了批准 这个对应的code是212A6 前面说的8000多和1000多是移民签证 对于非移民签证 当然你也要陈述真实的情况 那么因此而造成非移民签证被拒的 有16000多人 申诉以后有将近3000人 转到了批准 这个对应的code是212A6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情况 可能对我们的听众不是很适用 比如过去有过犯罪记录的 或者有抓个相关的问题毒品相关的情况 或者有一些传染病 这个都是212A2或者212A1 这个也造成很多人 没有拿到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 另外还有mental disorder 精神问题的 或者疫苗不全的 或者有的人比如说参与了后运人口 俗称所谓叫舌头的 还有有的人已经有地解令在身的 然后后来又离开美国再申请签证 这些对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可能不适用 那么接下来还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美国非法逾期居留超过一年 大家知道有限制 此后十年都不能进入美国 因为这个原因 有将近一万人移民签证被拒 还有一万多人非移民签证被拒 然后但是美国政府 对于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还可以提供一种叫Provigional Waiver 你可以在离开美国以前 提交一个叫I601A的表 这个如果你符合条件 就是说我要和直系亲属 美国公民骨肉分离 造成extreme hardship 非常严重的后果 如果是这样 有可能能够得到一个豁免 因为这个豁免批准以后 拿到移民签证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一年里面 有4万多人已经得到了批准的豁免 然后接下来绝大多数都拿到了移民签证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人 是此前违反了签证身份的要求 后来又进入美国 然后又有unlawful presence 非法拘留的问题 当然接下来 不管是再申请移民签证 还是非移民签证 都会有一些问题 这样的 申请移民签证的有3000多人被拒 非移民签证的有上万人被拒 好 接下来呢 敲黑板有更重要的一些 就是说呢 可能更多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 申请人会遇到的被拒的这个code 一个呢叫221G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说呢 申请不符合美国移民法的要求 或者根据移民法制定的法规的要求 不管是申请移民签证 还是非移民签证 都有很多的 比前面提到的数量多的多的申请人 因为这个原因被拒 移民签证呢 有30多万人 因为这个原因一开始被拒 经过补充材料 然后申诉以后呢 有十几万人又得到了批准 非移民签证呢 有80多万人 因为这个原因被拒 经过申诉以后呢 绝大多数都得到了批准 所以呢 收到了这个221G呢 不是说就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个事情不行了 不厌得 那么可能有各种原因 有的时候仅仅是缺少一些必要的文件 你补充上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呢 是要进一步的核查 背景调查 就是所谓的check 比如说有拿H1B的呀 拿O1的呀 或者拿F1的呀 回国 可能会被check 都算在这个统计数字里面 然后呢 有的时候 验证官需要核实你的工作 你的雇主等等 还有的呢 申请人可能因为党员问题 没有拿到移民签证 这个都是常见的原因 那么怎样应对呢 如果说你收到了一个221G的这个条 有的时候呢 你可以查这个广州领事馆 或者美国使馆的网站 然后看你的这个申请的状态 你也可以啊 给使领馆打电话 联系议员需要的时候 所以说到221G以后呢 可以采取这些办法 接下来呢 还有一种更多的造成签证被拒的 叫214B 这个呢 就是通俗的 所谓说的叫移民倾向 申请移民签证 当然不会因为移民倾向被拒 申请一些美国的工作签证 比如H1B O1 L1 一般也不会因为移民倾向被拒 但是如果你申请学生签证 或者探亲旅游签证 有可能 这个数字很大 在2018财政年度呢 有270多万人 因为214B 移民倾向的问题被拒 然后经过申诉以后呢 只有很少的人通过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申请被拒 那可能不值得说补充材料 另外呢 根据这个申请继续死科 那么你可以再重新提交申请 比如说那我的情况变化了 或者说我有一些原来移民官没有注意到的材料 我有一些其他的理由 可以另外提交你的新的F签证 B签证等等 这样的申请 这个呢 有可能得到批准 我们也见过 听说过 了解过 很多的申请人 有这样的情况 第一次的非移民签证没批 然后呢 整理了材料 重新申请 得到批准 好 那么大家看到呢 21G和214B比较重要 但是也有的时候呢 申请人会说到其他的 还有一个条上面写这个数字 对应的都是哪些 刚才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 大家可以相应的来了解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 讲到叫 哪些原因 会造成 美国签证被拒 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 好 谢谢